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说未来两星期继续与有关业界联系沟通 确保措施顺利落实 并呼吁市民配合有关要求 提升香港整体防疫抗疫能力 当局也会推展措施 以进一步提升整体新冠疫苗接种率 包括扩展疫苗气泡适用范围 并密切留意国内外加强疫苗接种措施 另外因应邮轮公海游运作昌信 下个月一号起将邮轮可容纳人数上限 由五成上调整至七成半 对于未来全部食肆强制使用安心出行 有业界认为对AB类食肆的生意有短暂影响 但相信问题不大 以后食肆负责人可能不用一眼关三检查资料 客人只需要掃安心出行 又华底这间餐厅属于思虑食肆 即可以堂食至午夜十二点 每台最多六人 顾客必须用安心出行 但餐厅有部分属于B类 即堂食至夜晚十点 每台最多四人客人可以选择填纸仔 不过负责人说 日后餐厅会全面转做思虑以免麻烦 就不用麻烦价那块板 负责人说食肆全面用安心出行之后 会将贴更多二维码方便客人掃描 而在六人台的隔板也会移开 方便做思虑 有份与政府开会商讨措施的餐饮联业协会说 措施初期可能对选择填纸仔的AB类食肆生意有短暂影响 但相信问题不大 对于业界担心未必识别到假的安心出行程式 王家和透露 政府倾向食肆不需要负刑责 这个就是食客自己本身的责任 它是用假的安心出行 其实它自己本身就是违法的 对食肆来说其实都不想梦不白之冤 所以在这方面政府我相信 它是会从这个角度会免责 他由期望政府实施新的措施之后 能够进一步放宽营业限制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报导 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结束访港行程 政府说国家卫健委和本港商讨香港健康码的设计 并与月康码准备对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说 星期四将会在深圳举行第二次两地对接会议 她二次期盼公布通关词情 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去到恒花村 一间提供被烟饰子蔡允教私家诊所视察 仍问总监梁国宁在现场讲解 另一组专家就去到质如冲一间社区药房和私家诊所 了解药物零售规管和退销药购买情况等等 他们之后转到小西湾一间中学 了解校内的防疫措施 接种疫苗和检测要求等等 下午又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了解市民接种疫苗情况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总结工作会议深切感谢专家团到访 认为增进双方对管控和措施的了解 又说专家团访港期间国家卫健委大数据办公室 和本港创新及科技局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代表 举行会议讨论香港健康码的设计 运作和同约康码的对接情况 行政长林郑月娥说专家团访港对本港和内地恢复通关自为关键 又说星期四将会在深圳举行第二次对接会议 林郑月娥相信对接会议专家会就通关方面向本港提出意见 她又透露通关初期必然会切有配额制和熔断机制 至于通关初期或者会切有配额每日大约1,000人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初期通关或者只是限商务和家庭的原因 至于两者应该如何分配名额 她说需要交由港府决定 无线电视机者吴解谦不道 受疫情打击 陆续有本港车伺品店撤出铜锣湾罗素街 有注部首饰店表示 就算本港和内地恢复有限度通关 对业务的帮助仍然有待观察 曾被评为全球最贵街道的铜锣湾罗素街 受疫情的冲击 风光不在 原本在这里租用铺位近十年的 国际连锁皮具品牌决定不逐租 铺位面积约5,200平方尺 疫情前高峰期 月租曾经高达超过800万 租约春年初届满 旁边的钟标店也会在春年初约满搬走 因为没有了游客又有疫情的关系 令到很多公司负租的能力都没有什么 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旗舰店 每一个月可能交的租金 可能上几百万的月租那些 其实近期比较活跃租铺的商户 都是以餐饮类别为主 我想都是等疫情继续缓和 还有通关条件具备 游客多了才会令到 罗素街和罗湾一带的租金 是回复之前的 有珠宝首饰店说 即使本港和内地恢复有限度的通关 也都不会对车次品销售有大的帮助 对使道仍然不太乐观 我们看回澳门的情况 就是去年9月底通关的时候 其实澳门的生意都不是马上回来的 你说去不去得回以往的水平呢 相信这个真的有待在观察 他说会继续拓展网上业务 和削减成本抵消疫情带来的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盧佩恩报道 港铁宣布延续3.8% 特别车费优惠半年 直至到明年6月底 港铁说延续今次优惠 预计涉及超过2亿 港铁票价至今年6月底下 调调了1.85% 同日起提升为期6个月的 车费回赠去到3.8% 由明年1月到6月底 港铁将会延续特别舒缓措施 令到所有以巴达通 或者车票二维码 乘搭港铁的乘客 可以继续享有有关优惠 港铁说纵使未计算车费回赠 巴达通车费水平 仍然比2019年6月底为低 是不是延续优惠考虑了一段时间 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都很密切留意 疫情的转变和经济状况的转变 我们也都和政府有很密切的沟通 一路的考虑里面 我们都有想到这些不同的因素 和自己当然的长迫状况 刚刚公布了新的一轮的方案 我们觉得可以平衡到 那么多不同方面的需要 就是能够体察他们的问题 也都能够照顾到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 全月通加强板和港铁都汇票的50元折扣 就分别在今年12月和明年1月1日完结 至于为了庆祝团马线通车而推出的宋皇台 土瓜环 衍径 启德站车费优惠 和特别转成优惠 也都将会在明年1月1日完结 由明年1月2日起 港铁将会和三条绿色专线小巴 和两条专营巴士路线 推出新一轮转成优惠计划 成人巴达通减5至6号 小童长者等巴达通减3号 无线电视记者林准轩不道 在右法官收到恐吓信件 警方说信中附有欲状物体 也写有恐吓字句 邵席指涉及高等法院法官陈仲恒 和区域法院法官李庆年 警方说下午2点多和4点多 分别接报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 收到两封海疑信件 爆炸品处理货人员也一度到法院调查 最终确定信中没有危险成份 警方说两封信分别寄给两个法官 消息指信中怀疑 有生育 有提及一个名 律政司法声明 说恐吓法官和司法人员的行为 卑鄙低劣令人发指 而这些行为最近有变本加厉 政府绝不姑息 又说法官判案是独立和公正无私 如果有人莫视裁决理据 纯粹因为不满结果 以违法手段 企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 不但徒劳无功 更显出无知 前学生动员召集人中汉林 早前承认一项分裂国家 以及一项洗黑钱序 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年7个月 20岁被告中汉林被控去年7月1日 至10月27日期间 和其他人积极组织 策划参与 旨在分裂 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 他早前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 以及一项洗黑钱序 剩下两项洗黑钱 以及串谋发表煽动刊物罪 获法庭存档 辩方求情的时候说 被告小时候成绩好 但期间相亲离异 改由父亲照顾 成绩开始转差 形容成长经历坑坑也不愉快 加上坦白认罪 以及洗黑钱是款少 希望法庭轻判 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辞判刑的时候说 法庭以法例生效之后的事 作为判刑基础 被告声称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 已经停止学生动员 所有在香港的活动 不过被告近年7月 也即是法例生效之后 创立学生动员的美国分部 主织是香港独立 民族自决 继续推动和追求他的政治观念 也试图招募海外人士或学生 以社交网站作为平台 也开立网上收款账户 形容被告自欺欺人 以为是海外就不算违法 被告同意也和其他人创立创制独立党 明确显示想实现香港独立 钟汉林也是那个党的 社交网站账户管理人 钟汉林去年7月底被捕 警方在他的住所 发现不少宣扬港独的环页等 法官形容被告没有分裂国家的计划 但目的明显 如果不是被捕 但有可能继续相关行为 认为他是积极参加者 分裂国家罪以四年半作为量刑起点 被告辞来的认罪可获四分一刑期扣减 判囚40个月 至于持有账户内13万多的洗黑钱罪 以两年为量刑起点 扣减刑期之后入獄18个月 其中三个月分期执行 一共判囚43个月 法官又提到上星期再接获暴力恐吓 说有关行为可恥 可悲 并指人在做天在看 行为有机会干犯刑事恐吓 以及港区国安法中的恐怖活动罪 法官判刑前也提到 今次是刑事审讯法庭 提醒旁定人士 不要圈挖或扰乱法庭秩序 以免阻碍法庭程序进行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部报道 美国将会释放石油储备 并和中国、日本、印度、南韩 与英国协调行动 油价在欧洲交易时段 曾跌近百分之二 美国白宫宣布 将会释放五千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以解决石油供应失衡 以压低油价 其中一千八百万桶 早前已获国会批准 并加快会在未来几个月推出 剩下的三千二百万桶 将以调期形式推出 总统拜登表明 准备好进一步行动 并和其他国家合作 以保持充足原油供应 印度将会释放五百万桶储备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日本会释放可以供几日使用的数量 有社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总理李克强在上海主持座谈会 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要在改革开放上落功夫 座谈会由总理李克强主持 出席的包括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和广东、吉林、湖北和贵州等地的省长 也都有和其他省政府主要负责人 以视像交流 李克强说今年中国发展遇到的 新挑战交绩叠加超出预期 加上国内外环境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增多 令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李克强说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落实岁末年初筹画的跨周期调节措施 加强能源、电力保障 推进改革开放、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防范化解风险 李克强指出市场主体多 发展好的地方 经济更有活力和人性 他要求各地要将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作为政策着力点 推出经济政策措施时实事求是 避免采取运动式、无尽式、一刀切措施 推进改革开放方面 要形成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资 更加深入地融入 和巩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另外要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 拓展就业渠道 确保民众温暖过冬 而受疫情和自然灾害影响的民众 也要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 无线电视机者先知报道 东京奥运国家队下星期五访港三日 包括多个金牌运动员 以及破亚洲纪录百米飞人苏炳 他们将会出席三场活动 大约5300张门票星期五 起公开发售 每张20元 东京奥运国家队奪得38金 一共88面奖牌 市民很快有机会 近距离一睹他们的风采 一行29人的国家队运动建议 下个星期五访港三日 包括冰冰球南丹 以及南团双鸟冠军球手马龙 牛线女车神李慧斯竞敌钟天使 她是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得主 男子商人三米跳板 金牌得主黄中元 谢思祥 还有在100米准决赛 跑出破亚洲纪录9.80秒 被誉为八米飞人的苏炳 今次的运动员访港 都会引起一些大家的很强烈的反应 不过由于疫情的关系 所以相对于过往几次的安排 可能就未必有那么大量 近距离可以给香港的市民 接触到这些运动员 但我们都是争取着 在访港三天 奥运的运动员将会有多场的公开活动 一些体育的示范 甚至可能是一些综合的表演 运动员的示范和表演 主要集中在星期六 其中早上9点半至11点半 运动员会分两批 分别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 示范羽毛球 乒乓和体操等 和在维园游泳池示范跳水和游泳 下午5点至6点半 医馆也会举行运动员大会演 三个活动合共大约5300张门票 更过星期五早上10点起发售 每张20元 采取10名制 每人限买2张 市民需要在活动之前 在指定地点取票 据了解 部分金牌运动员 也会去体育学院 和理工大学等交流探访 无线电视记者 陈金布报道 环瓦机场服务管理集团 创办人宋海西 出席明珠台节目青森直说时 说 相信在内地支持下 香港可以把握14.5发展机遇 成为国际航空树流 宋海西又说 对香港航空业仍然持乐观态度 而他所属的公司 在疫情期间仍然扩张业务 近年流行素食主义 但食全素的人 未必能够摄取足够营养 由初创公司 培植含丰富蛋白质 以及其他营养素的味组 加入各种菜式 这次的串烧是用了全的植物肉 和加上一些香料 一些芝士 有调查发现 香港近四分一人有素食的习惯 好像这些植物肉菜式 也越来越受欢迎 但是转言素食菜式的厨师 Justin 还加了一样秘密武器 这个就重要了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材料 这个就是我们的 混合了特製的 微棗 不同的香叶和香草 dehydrate 风干炒香 这款调味料 加入了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微棗 还可以提供在全素饮食当中 缺乏的奥米加3 维他命B12等的营养 目前不同国家都只是研究 微棗作为摄取蛋白质的来源 本港有初创公司都看中这个趋势 在众多种类的微棗里面 挑选了一款可以食用 较少拿走的微棗培植 制作微棗粉 首先要在无尘间 在特定的温度和酸碱直环境下 培植祖苗 再放入光生物反应器 透过阳光照射 刺激微棗进行光合作用 繁殖得更快更多 之后将高浓度的微棗液体 放入摄氏-60度冷藏 抽干水分之后 就变成微棗粉 我们现在微棗粉是以一个粉状情况去生产 它是那个form factor 就是说可以加进去很多不同的食品里头 它不需要剁碎它 或者硬碎它 或者磨碎它 所以这个粉状是很容易加进去 比如我们面粉 我们比如面食里头 他期望未来可以拡大生产规模 令微棗粉可以出现在一般家庭餐桌上 无线电视记者肖子恒报导 稍后回来又有另一节新闻 港交所落实修订第二上市规增 明年一月一日生效 收定只在吸引更多海外上市的中资股回流香港 现时只有从事创新产业 市值又达到100亿元的中资公司 可以在香港第二上市 但明年门栏将会大幅降低 不再局限于创新产业 传统行业公司只要是采用同股同权架构 市值又达到30亿元 就符合第二上市条件 至于已经在本港第二上市的企业 日后假如在海外交易所除牌 他们在香港的上市地位 将会由第二转为主要 不过新收定将会容许他们 保留原来的股权架构 不用与其他主要上市公司看齊 以同股不同权企业为例 可以获得豁免遵守一股 对10票价投票权上限要求 当年加设一股对10票等限制 只在防止企业利用投票权 影响其他投资者的权益 外界关注容许由第二上市 转为主要上市的企业 享有豁免 会否令到原来的保障投资者原则 形同虚传 大家好我是黎在山 下星期三开始 翡翠台等本港六个数码电视节目台 将会转用新的发射频率广播 那观众需要留意 是否要为电视重新收睇 为腾出部分发射频率 用在5G等流动电信服务 下个月起 本港六个数码电视节目台 将会转用新发射频率广播 主要服务东九龙 和大围沙田等观众的慈云山发射站 工程人员下星期三零时零分 就会将一部多频网发射器转换 现在新的频率已经发射 当晚做的讯号很简单 就是只需要将这部发射机关闭就可以了 只需要调教电视机频道 它接收相同的讯号就可以做到的答案 现在六个数码电视节目频道 包括翡翠台81 ViuTV96和99 以及港台电视31 32和33 以双频率运作 透过500和600或700兆黑频带发射 下个月起会完全转移至500兆黑频带 观众在家看电视 讯号和画面不会有影响 转这个频道 我形容的可能是转一个单位 由A座搬到B座的想法 完全一样的单位尺导 转了另一个单位 所有内容都要 只是座数不同了 今个月30日当晚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除了会转换发射器之外 也都要将原先发射器的电源设备关闭 确保用单一频率发射 通讯办说 至今有九成使用公共天线系统的大厦 已经完成调整 物业管理者应该特别留意长者 小数族裔等 在有需要的时候 为他们提供适当协作 调整之后 住户要留意 是不是需要在电视重新搜台 只要几个步骤就可以 例如我们进入目录 然后去到数码广播频道 再重新篷台 只要花大约五分钟 就可以重新搜寻台出来 至于使用自切天线的住户 暂时无需调整他们数码电视 接收器材或天线 如果在下个月1号凌晨之后 未能收睇任何一个节目台 才需要重新搜台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部报道 内地公布新一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首次包括违法失德艺人 官媒表明禁止他们转到网上活动 包括涉嫌强奸被捕的五亿犯 被指代刃弃养和涂碎的郑爽 以及被翻出曾经在日本正国神社 影响的张哲汉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 发布的警示名单有88人 包括职业主播和演员 上榜的艺人将会在行业内 被联合抵制和惩戒 新华社报道 这次是首次将违法失德艺人 纳入名单 防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 名单向社会公布之后 将会转送到各个平台封禁 接着有世界观和财经多国度 欢迎收看世界观 印度首都新德里 严重空气污染持续多日 去到医院求疹人数上升 污染除了因为炎煤发电和汽车废气 这两个月农民烧农业废料 也都令到情况更加严重 分析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互相推卸责任 最终要由终审发育去解决 道指夏韵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偏远 个股方面 据报电动车生产商Tesla 跡压800亿美元的电动货车订单 股价曾经升百分之一 视像会议程式zoom的大客增长 少过市场的预期 股价曾经要跌超过一成 看出新事发 道指最新是偏远跌21点 报35601点 跟着欧洲股市最升的市况 三大主要指数是个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6点 巴黎Cat指数和德国Dex指数 曾经跌超过百分之一 最新跌幅是收窄 再看一些个股的业绩 小鹏汽车上季的收入高过预期 股份在美股曾经升百分之三 第三季的亏损有近16亿人民币 按年亏损收窄 但按季的亏损就扩大4亿人民币 收入按季升5乘2又57亿人民币 毛利率百分之14.4 按季扩阔2.5个百分点 公司预期 今季汽车交付量按年增长1.6倍至1.8倍 最多有36500家 总收入增长最多是1.6倍至75亿人民币 今晚电话请来盧彩仁先生和我们谈谈 Hello Jasper 美国释放大额的石油储备 市场一早已有传 但规模最新先公布 油价先跌后回升 你怎样评计最新的措施和油价的走势 市场一早已消化了 始终不是一个突发性消息 所以由油价由高位跌下来 都有10元美元 所以我不排除消息或行动 对油价再产生负面影响 就已经差不回 相反刚才你也有说到 其实油组方面的橙油国 都放风出来说 如果油价持续下跌 或者是占物储备石油持续提供的话 他们就无需再去增产 即是变相可能又减散了 所以变成这个消息 力到油价就可能有 初步在楼梯期油厚来说 由75元那里建底 所以变成我自己觉得反而市场 而且可能反过来就关注油组方面 接下来12月2日的会议会不会商讨 就取消之前一早讯下的 每日增产40万桶的这个议案 如果是的话 我想对油价有一个挺大的利好作用 转谈一下对油价的家园 刚才油价跌1%的时候 家园一度跌到近两个月的低位 美元对家园高见1.274 加指口试又怎样分析 油价和天然气格格 其实最近整体来计算是偏软的 所以变成对加拿大两大能源 天然气也好或原油也好 出口方面收息是减少的 所以加上美金这段时间也会转强 所以加指也叫做折折下挫 但是最新看回到1.2750左右 初步有支持 我估计如果油价这段时间 能够攀升回的话 对家园有一个支持作用 不过你说家园这段时间 能不能够自己独自上升 这个我想还未得住 因为始终美金这段时间都强 所以就算加完这一阵回升的话 我估计只能看回到1.2450的水平 今晚多谢JASPER的分析 再跟进美股最新表现 导致很快已经有了倒升了 最新升近14点报35,600 本港首极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七成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在社交网站说 疫苗开打271日之后 即是大约9个月 接种首剂的市民大约470万人 接种率达到七成 他说这个接种率较于其次 但对香港来说都是重要标志 呼吁市民继续努力 尤其是掌写 未打第一针应该尽快打 合力提高接种率 为通关做好准备 他引述来香港视察的内地专家团说 所有防疫措施当中 高接种率仍然非常重要 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 早前承认一项分裂国家 及一项洗黑钱罪 在区域法院被判仇三年零七个月 20岁被告钟汉林被控去年7月1日 至10月27日期间 同其他人积极组织 策划 参与 只在分裂 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 他早前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 及一项洗黑钱罪 剩下两项洗黑钱 与串谋发表煽动刊物罪 获法庭存档 辩方求情的时候说 被告小时候成绩好 但期间伤亲离异 改由父亲照顾 成绩开始转差 形容成长经历坎坎也不愉快 加上坦白认罪 及洗黑钱是款少 希望法庭轻判 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辞判刑时说 法庭以法例生效之后的事 作为判刑基础 被告声称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 已经停止学生动员 所有在香港的活动 不过被告近年7月 也即是法例生效之后 创立学生动员的美国分部 主指是香港独立民族自决 继续推动和追求他的政治观念 也试图招募海外人士或学生 以社交网站作为平台 也开立网上收款账户 形容被告自欺欺人 以为是海外就不算违法 被告同意也和其他人 创立创制独立党 明确显示想实现香港独立 钟汉林也是那个党的 社交网站账户管理人 钟汉林去年7月底被捕 警方在他的住所 发现不少宣扬港独的还额等 法官形容被告没有分裂国家的计划 但目的明显如果不是被捕 但有可能继续相关行为 认为他是积极参加者 分裂国家罪以四年半作为量刑起点 被告辞来的认罪 可获四分一刑期扣减 判囚40个月 至于持有账户内13万多的洗黑钱罪 以两年为量刑起点 扣减刑期之后入獄18个月 其中三个月分期执行 一共判囚43个月 法官又提到 上星期再接获暴力恐吓 说有关行为可恥可悲 并指人在做天在看 行为有机会干犯刑事恐吓 和港区国安法里面的恐怖活动罪 法官判认前也提到 今次是刑事审讯法庭 提醒旁定人士 不要圈挖或者扰乱法庭秩序 以免阻碍法庭程序进行 不过有科学家说 现在被发现的小行星 只是总数的大约四成 广告之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